说到谢霆锋,现在和自己的初恋王妃爱得轰轰烈烈的,不时就会被网友拍到一起同游的照片,谢霆锋现在也不需要操心自己的老爸,谢贤现在和自己的小女友过得挺开心的,不用自己儿子挂念,谢霆锋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烹饪, 十二岛风味节目播出大受欢迎,现在跟节目有关的餐厅也开业了,对于谢霆锋来说,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手,可是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谢霆锋,好像显然不如对王妃上心的,连斗镜铜谢霆锋都会送吉他,对于斗镜铜的唱作方面,也会尽自己的个微薄之力,对于儿子却基本上不闻不问,儿子身上虽有价值不菲的房产,但是离婚之后的父爱缺失, 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,当时离婚的时候,张博之的经纪人就曾经爆料过谢霆锋特别的喜欢打游戏,只游戏一开始,谁都不管游戏最重要的那种,甚至在儿子生病的时候,也只是张博之在照顾,谢霆锋对于儿子可远没有游戏上心,现在又有了王妃和王妃的女儿们, 不知道谢霆锋有没有经常去张博之那里看着儿子,近段时间,谢霆锋终于在节目中,承认自己爱玩游戏,甚至在游戏厅的时候,自己忽悠不耐烦的样子,给正在玩游戏机的人施以压力,让那个人赶紧走,谢霆锋说起自己打游戏的时候是骄傲的,现在谢霆锋爱打游戏自己承认了, 事与对于儿子的好不好没有说过,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,这也揭秘了当年的离婚传闻,当时张博之的友人也说过这一点,谢霆锋爱玩成性,对家庭不管不顾,其实反观离婚后的状态就可以得知,张博之为了两个孩子甘愿放弃工作,对两个孩子也是亲力而为,两个儿子生日的时候,每一次都是张博之陪伴在身边,谢霆锋甚至没有给孩子过一次生日, 还在儿子生日的时候,和王妃偷偷约会,离婚后的谢霆锋更是证实了这一点,或许他真的不爱张博之,自然对孩子也是少于关爱